今天這個話題讓我也是比較的感慨 我們也看一下現在市場上有多少企業是快速的成功 以極快的速度來進行一個報復 要有多少的企業是在分秒之間就是陨落 親客間是潰不成軍 當然我們今天要說的這個主角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索尼 那索尼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 心目當中對於這些高科技展品的一個最終幻想吧 當年的 對 我在小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當時我會覺得如果說班里邊有一個同學 帶著一個那個walkman 那個時候的青春片誰要是拿個walkman 那真的是一個時尚的一個象征 然後當時咱們那個看到 可能是那會兒中國第一部叫做 真正的叫愛情青春片 將愛情進行到底裡邊有一個鏡頭 哎呀 那個就是男女主角 然後在聽walkman的那種畫面 那就是 所以你看可想而知當時的索尼在大家心目中的那種地位 確實是這樣子的 以前是買電器的時候比如說買個電視機買個相機 當你不知道選什麼品牌的時候買索尼就沒錯了 索尼絕對沒有錯 沒錯 就是這樣 雖然這幾天索尼的股價出現了大漲 但是最近一系列的消息還是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 首先是重組消息 3月26日索尼宣布對家電 相機 手機等核心業務進行大幅的重組 整合設立電子產品及解決方案業務 3月28日索尼正式地宣布關閉北京的工廠 要知道這一家工廠其實是對於北京人來講真的意義非凡 因為那個時候它代表最先進的一種科技廠在中國這個落地 落地 對 1995年投產的北京工廠是索尼在中國唯一的智能手機工廠 3月29日媒體報導就說在2020年3月以前 索尼智能手機業務的4000名員工將裁掉一半 而後被稱為索尼救星 現任董事長平井一夫他也宣布將在6月正式退休 結束他35年的索尼職業生涯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索尼之所以發生如此大的變動 是因為索尼的三大支柱之一的移動通訊業務發展的是一塌糊塗 手機業務更是慘不忍睹 那麼它這個索尼最新的財報就顯示說去年四季度 索尼移動部門虧損是155億日元 連四個季度是沒有取得任何的盈利 在過去的四個季度這個總計虧損達到了1010億日元 約合是62億元人民幣 這就是索尼在去年交出的成績單 而且是預計本財年還將虧損950億日元 那我們再從市場份額上來看看索尼呢 它現在的一個情況 索尼也是從全球到亞太迎來了全面的潰敗 去年7月索尼首機在美國市場份額僅為0.3% 排名第10 歐洲市場的份額為1.8%排名第9 而在印度就乾脆跌出了前22名 亞太市場就更不必多說 自從2009年華為 小米 OPPO Vivo等一種中國手機廠商的崛起之後 重新能到價格再到本地化的營銷 全面壓制了索尼的市場份額 索尼早已在中國跌出了前10 那索尼這個曾經金光閃閃雄風陣陣的日本巨無霸 如今已經是處在風雨飄搖的十字路口 索尼手機業績更是風雨飄搖了 彷彿隨時都有可能墜入深淵 黯然落幕 確實 今天這個話題是太讓人傷感了 因為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 索尼就是曾經的蘋果 1946年成立的索尼 曾經是日本模式最典型的代表 也是喬布斯最崇拜的企業之一 從遊戲 影視 音樂 再到電視 手機 錄像機 它的遍地開花的產品全部都在市場上 是獲得空前的成功 索尼也是順勢成了世界消費電子行業 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 那麼索尼手機也是當時 屆勢紅遍了整個半邊天 當時因為它的一個拍照質量 和音樂播放的優勢 索尼的音樂手機曾經和諾基亞 摩托羅拉 三星是並駕齊驅 成為最受全球年輕人歡迎的手機之一 在2007年最風光的時候 索尼智能手機也是曾經佔有 全球市場9%的市場份額 是世界上第四大智能手機生產商 可惜這個索尼它沒能歡喜多久 當Walkman和手機還在鐵王座上 故無叛自如的時候 喬布斯的便寫式音樂數字播放器 iPod和智能手機突然就橫空出世了 這是索尼的緊要關頭 可惜它並沒有走好這最關鍵的幾步 此後雖然索尼還有一些掙扎 但是時機已失 索尼手機再也沒有辦法來重施雄風了 徹底淪為了小眾品牌 危機危機這個詞就要分兩個部分來看 危機處理好了就是機遇 而處理不好它真的就是危險 面對危險恰恰是索尼的遲鈍和行動緩慢 讓它從時代的頂峰跌落了下來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或許要責難了 說這個索尼它就是不注重科技的創新吧 其實不然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新技術 索尼手機都是最先提出一個方向的公司之一 比如說防水技術 比如說智能拍照4K顯示 IR識別等等 但是索尼的問題它就是在於 過於重視這個戰術上的經濟求精 而跳不出既有的概念來洞察戰略大勢 去高瞻遠足地去開拓 就比如說當時這個MP3出現的時候 索尼不是第一時間鋪上去研發這個MP3 而是一條路要走到黑 聚焦於它這個Workman的技術含量的升級 直到這個MP3普及了很多年之後 直到這個第一代蘋果的音樂播放器 而且iPod都已經發布了三年之後 索尼才是推出了一款類似的產品 但是這個時候已經是為時已晚了 因為MP3的時代都已經快要結束了 所以確實挺讓人感嘆的 可能索尼呢過於注重細節的精美 所以有的時候它就失去了一個 宏觀戰略的這種高瞻遠足 再說這個喬普斯的iPhone出現的時候 索尼竟然它屬世無睹 更是一直到了2010年才推出了 第一款自己的安卓手機 而這個時候風口已經過了 黃花彩都已經涼了 最可惜的是 索尼推出智能手機之後 本來拍照美顏功能PK對手的一項 應該是它最核心的技術 因為它這個索尼相機 本來就有很強大的技術了 對 沒錯它其實這個應該是很強項的 相機部門它是擁有很強大的 直接能夠影響拍攝質量的 這個CMOS傳感器技術的 然而索尼卻不想把相機上的拍照技術 應用到手機上面去 因為不想讓手機 跟價值3000英鎊的相機 有一樣的體驗 這就是它自己的一個局限之處 結果索尼手機就是空腹 進水樓台先得月的名頭拍照效果 卻是平平無奇的 所以成也銷河 敗也銷河 索尼的這種遲鈍可能是源於 日本公司奉行的終身雇佣 等級森嚴的準官僚制度文化 這種文化也是一度讓日本製造 做到了精益求精 但是一旦這個大潮流轉向 大變革來臨的時候 原來外表強悍的恐龍企業 就可能會因為反應遲鈍 調整緩慢而被淘汰了 更何況現在索尼面臨的是一個 十倍速變化的時代 早已經容不下 沒有快速跌旦能力的企業了 我們都希望索尼在壯士端漫之後 能夠握心長膽 否則時代拋棄你的時候 真的是連一聲再見也都不會說的 好 這一時段的財經世界 就先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